大家好,我是羅文 10月頭派消費券 購物肉心肉肉 又有新電話又有新玩具 還有Nintendo Switch 都有得更新 送夠迎新 在我們眼前這一部 就是今天正式發售的 這個Nintendo Switch OLED版主機 很多人都會說 這部主機跟舊好布有什麼分別 又值得購買呢 我們下文就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先從兩部主機的分別開始介紹 現在在我左邊那部 就是新版推出的OLED主機 而右手邊那部 就是屬於舊版的Switch 大電影和紅色外盒那個 在規格方面 最大的分別就是 OLED版正如其名 它轉換了做OLED的面板 在顏色呈現方面 它會比較有一個 看它的眼睛會舒服一點 以及色深會比較多 除此之外 它的屏幕也有原先的6.2吋 升級到7吋的大屏幕 在玩的時候大家也會看到 在我現在畫面看到的MarioCar的螢幕 所以顯示它的黑邊其實是比較幼的 玩下去就說 我終於不用讓黑邊頂住螢幕 這時也會更加清晰 除此之外 它的遊戲內存也有原本的32GB 提升到64GB 假如就算你是下載 或者是特賣帶的朋友來說 你都會發現 哇 終於可以安裝到很多遊戲 你想想我當時安裝螢幕 7G 安裝Spartoon 4G 如此類推 其實安裝4、5個遊戲 就已經沒有位了 亦都很方便考慮一班 如果我不買SD card的情況下 你的內存也足以足夠你 多加多少個遊戲 都算是一個很大的升級位置 除了規格上的變更 其實這個OLED版Switch主機的設計也有一個大的轉變 大家都知道 其實如果你是玩開這個舊版Switch的朋友 最不滿意的地方就是背後的支架 背後的支架 其實只不過是機背的一條升降的一條巴 操作上也十分之不好 尤其是一些玩家買回來 一會就站不穩 一會就過角度不滿意 一會就甚至一條東西 玩一玩就斷了 在這款新版OLED的Switch 最大的變更是 就是它將這個升降支架 就變成一個一塊式的設計 一塊式的設計和以往的不同 舊部主機就是剛才剛才說的 這個一條式的設計 基本上它的盒子就是 一它只可以調整一個角度 二就是它其實這個設計 其實站是十分之不穩的 它的支架是可以做多角度的調整 放在桌面 你可以操作它 其實我們現在這樣可以站穩 除了之後你也可以慢慢壓低 方便你在不同的角度 去針對你在不同的地方玩 有一個更好的視角體驗 除此之外也針對 因為舊的SD卡插槽 是位於這個支架底下 我給大家看看舊的主機 舊的主機就是在這裡 算實話 一就是如果你不見了蓋 就把SD卡容易凹凹 或者不見 二就是這個位置真的很不方便 新的主機也針對這點有一個變動 它同樣會在這個支架底下 不過就變成了一個橫入式 而這個位置也更容易安裝或插入 除此之外為了針對 或者提升一些手提機玩家的遊戲體驗 這個OLED版Switch 另一個升級的位置 就是它換了一個更大的喇叭 我們可以看看機底 機底這裡的喇叭就變得更加闊 實際試聲也可以更加好的 我們待會也會給大家看看新舊主機的畫面 和一些聲音的比較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它有一隻獨有的白色的Joy-Con 如果說我不喜歡白色的Joy-Con 也可以買標配的紅藍色 很漂亮的主機 主機在這裡大致分別就是這樣 有新機出 當然要有新的Docking 新的底座 整體設計就更加圓滑 之前就大概是一個長方形 同樣就有一個為了夾手 就是一個白色的設計 此後可以轉一轉個圈 給大家看看 兩邊都各自有兩個USB 除此之外它最大的變金位 就是它是足夠有LAN插頭的 LAN插頭是位於機底的這個部分 實際功能根據網上的一些測試 就告訴大家 其實它跟坊間已經有的RJ45USB插口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玩得久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你有HDMI線 本身是粗身的或是變身的 其實基本上你不用到這個蓋蓋起來 基本上這個蓋子玩一玩 就整個凹了或是不變了 考慮到這個設計 新版的底座力都是 其實已經不是這個合蓋式 它是整個安裝式的 到這個分別就大概到這樣 我們事不宜遲就實際給大家 看看一些比較的畫面吧 假如你有興趣升級你的主機 就是OLED版主機 那要怎樣才能分開它的包裝盒 在你要買的主機呢 在我們右邊壓力這個 其實就是我們舊版的Nintendo 3主機 而OLED版的主機 就改了做一個更加紮身的設計 就是我們左手邊這兩個長方形的紙盒 雖然都是長方形 但其實它變成一個更加節省空間的設計 明確除了這個盒子小了之外 也都可以見到它在盒子中寫著畫面 這個是OLED 不論是買回家 酒師回家 換著老婆買回家 因為想買禮物送給朋友 你都更加容易收藏 那記得買機的時候就千萬不要認錯了 話說如此 但其實這次Nintendo Switch OLED版的升級要素 主要都是針對手提機的玩家 即使畫面的表現或聽覺的表現有所上升 但其實它的硬件性能整體都是沒有上升 主要都是放一些會直駕的東西 例如薩爾達無箱 薩爾達傳說 而不是去到某些場景會直駕 即是舊版主機會直駕 去到OLED版也是會直駕 另外就是去到TV輸出的表現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手提機都是720P 60F 而去到TV模式都是1080P 60F 如果你是說 我本來打TV模式為主 那需要不需要特地去升級呢 那我覺得是不會太需要的 如果你是說 我是一些會用手機出去打的 那你就可以考慮一下 到底會不會升級這部主機 現在你都知道 儘管舊版主機的價格 是大約2300-2400左右 而這部很漂亮版的價錢 就是2600-2000 應該我無記錯 應該是2600-2700左右 如果你只是打TV模式 那要去買新機 那我自己就覺得不值得 畢竟Switch有的人已經有很多 那能否值得沖第一水 那我覺得是有點衡量的 那我們這次的影片 就不如先介紹到這裡 那喜歡的話就給我們一個Like 我們Facebook 或者Youtube Channel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